美股波幅经人,不断熔断再熔断,不者入行以来从未见过如此景象,月前不者判断内地疫情应可在三月份受控。 故此,在2月初阿股复市之后,开始部署入市,而港股确实在当日营造了,今年第一个低位26,145点,并反弹上28,000点水平。 其后,因为疫情在全球扩散,导致美股跳崖式下跌,拖累全球股市,港股亦因而下破了26,000点的关口。 过去两周美股跌势更急,连番跌停板,恒指亦因而跌至2,2519点的三年新低。 对港股投资者来说,形势最凶险在星期一晚上,夜期一度低见21,588点。 散户投资者已被客致面称,游行昨日早上,导致期货急弹,兼且升停板,够了周二港股一命。 今次美股之跌,主要有三大原因。 首先,是过去一年市场对美股的看法过度乐观。 令到股值过高,市场情绪已达到了非理性亢奋的地步,其次。 因为美股市场的孖展及杠杆过高,加上充斥着的人工智能程式盘推波助澜,令波幅加大。 第三,联储局两度在议息会议前提早减息,引起市场忧虑,疫情的扩散,正好事到火线,碾起美国股灾的若隐,持续的跌势, 确实令投资者感到不安。但当股价累积一定的跌幅后,亦随时会出现报复式反弹。 此刻要能推动大市反弹的因素,不是单靠减释及救市政策, 而是各国对于抗疫的措施,能否有效及令市场回复的信心。